洗車教授 洗車教授 哈囉,歡迎收看洗車教授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引擎室的清洗 像我們片頭中看到的 這個引擎室的 日積月蕾的髒污都沒有清理 尤其看到這台車應該是長期未打開引擎蓋 那一般民眾 也要注意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些落葉、枯枝 它會自然分解成有機的酵素 那進而侵蝕你的車體 那因為我們要清除的污垢有這個引擎蓋 打開的上面這邊 還有引擎室的 下方 所以我們必須先準備一套 比較不怕髒的衣服 因為到時候會有一些髒污會飛濺 那像我自己用的藥水有 酸性跟鹼性的 那就強烈建議一定要戴手套 然後口罩也是要配上 護目鏡也是必要的 第一步就是先等這個引擎室冷卻 在等待冷卻的時間 我們可以先用吸塵器 或是手動的去移除這些落葉 然後再來我們會準備一塊比較大型的布 我們來遮擋這個前擋風玻璃 我們會使用酸性或鹼性的藥水 所以我們先蓋一塊布去保護它 那兩側的葉子板也可以先打濕 講究一點的話也可以蓋上布 來做防護 好我們等待車體冷卻以後 就可以開始做清洗 那我們清洗的部分跟車身一樣 是從上往下做清洗 因為這個髒污往下流 我們如果先洗下面再洗上面 到時候上面的髒污滴下來 下面又要再洗一次 所以現在看到的部分是先做上方的刷洗 那我自己個人清洗引擎室內部 是依照各種不同的髒污狀況去選擇所需要的藥水 比方說這個它有漏油、特殊狀況、重油污 就需要用這個化清劑去處理 那如果是這個一般油污 就可以用這個引擎室清潔劑 那在這個case裡面 它所呈現的髒污是一種 飛沉、落沉、捲起的泥土 比較多 所以我用的是這個鋁圈清潔劑 那這個鋁圈清潔劑有分酸性跟鹼性的 我這邊是使用鹼性的 它對這個塵土的溶解能力比較好 那關於鋁圈清潔劑這部分 另外一支影片會做介紹 那我們在第一輪刷洗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上一層泡沫 那作用跟我們洗車一開始的預洗 差不多意思 就是我們讓泡沫去溶解這些髒污 那去一些深層的地方 讓它慢慢的自然流下 那一樣我們可以搭配細節刷 然後再針對可視範圍內去做刷洗的動作 那這邊高壓水箱的部分 你如果可以更換這個前面的噴頭 它可以改變它噴射的角度 那像影片中看到的是 我改用這個40度的噴頭 那它打出來的水會比較霧撞 因為我們在洗引擎室的時候 是比較忌會去直接對到那個插座 電線的插座去做噴射的動作 那後面也可以看到我這個發電機的部分 是有用這個抹布去做包覆 那以避免這個水直接大量的累積在裡面 那整個過程就是不斷的上藥劑刷洗 然後用清水沖掉 那再重複的上藥劑刷洗 再用清水沖掉 那反覆的去觀察這些髒污有沒有被移除 那最後我們把抹布移除 開始用這個高壓器槍來做移除水的動作 這個動作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剛剛的水 都會累積在這個插座的附近 那很有可能造成短路 所以我們在噴高壓器槍的動作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針對這些插座去把水噴除掉 那一般自助洗車場都有高壓器槍啦 你如果在家裡沒有高壓器槍硬是要洗引擎室內部的話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洗完打電話叫拖車來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洗完引擎室內部 把水分移除掉以後就可以直接發動 然後讓引擎的這個溫度去 蒸發裡面的剩下的水氣 然後就可以收工啦 非常的簡單快速 好那節目的最後我要說的是 在每一次的引擎室清洗 都有一定存在的風險 因為大量的水在引擎室出現 不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雖然說它裡面大部分的基建都是防水的 那像我一開始講到的 就是針對每個髒污會有不同的藥劑 那針對不同的車種 也會有不同的清洗方式 比方說我個人只有日系車我才會用水下去做清洗 那像歐系車我就是用蒸氣 那它的水分含量會更少 那降低這個風險 那這是個人經驗啦 就是我個人對日本車的造車結構是比較有信心的 那歐系車的這些電子機件、零件、感應器、Sensor 一堆有的沒的 所以我會用蒸氣的方式去洗這個歐系車的引擎室內部 相對也比較保守、比較安全 好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洗車有興趣 也喜歡自己DIY動手洗車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會介紹很多洗車的相關知識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也許們再看一下 我們不見得珍 travelling 好PS 在於是 不見得珍惜 好PS 我們不見得珍惜 我們不見得投資 好PS